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想起这件事 就在马路上发呆 这车不撞你撞谁呀 直接一辆卡车就把小龟给撞趴下来 然而此时 小龟的身上一阵黑雾粒子出现 之后小龟竟然神奇地复活了 跟个没事人一样 这把一众吃瓜群众吓得够呛 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日本政府 并且他们把小龟抓了起来 原来在很多年前 人类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物种 名为亚人 这种物种拥有着死而复生的能力 政府把小龟抓住后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开始哥哥这儿 华华那儿 研究他们到底怎么复活的 反正死不了 就往死里弄 但是啊 虽说是死不了 所有的痛感 小龟还是能感受到的 另一边 同为亚人的帽子哥 通过电视了解到政府抓住了小龟 帽子哥也曾被政府抓住做实验 所以深知这是多么痛苦 现在同胞有难 他哪能见死不救 于是召集了几个同是亚人的小弟 闯进了政府的大本营 都说啊 双拳难敌四手 帽子哥几人根本打不过政府组织 但是耐不住帽子哥他们可以复活 哪里受伤 砍哪里 再不济 直接开枪自杀 然后满血复活 在恩慈自材行为过后 帽子哥等人成功救出了小龟 并且对小龟说 兄弟 不用怕 以后跟着我 吃香的喝辣的 但是首先 你先把这两个政府的人给我杀了 小龟虽然被政府的人折磨了几天 但是人性还未泯灭 杀人的事可干不出来 但是恩将仇报的事可以啊 于是枪口一转 直接打死了帽子哥 小龟说 反正你是亚人 挨一枪也死不了 帽子哥气得想骂娘 小龟一看不好 36G走围上 直接留着打击 可是没跑多远 就被帽子哥给追上来 帽子哥直接从身体中分解出来一个替身使者 原来啊 亚人不但没死 还拥有替身使者的能力 小龟看到后 自己的身体中也分解出来替身使者 但是由于自己的替身使者没有战斗经验 小龟只能靠着替身使者拖延时间 仔细跑掉 小龟逃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正好有个白发的老奶奶 见小龟这小子挺俊 那不如回家当奶奶的孙子吧 奶奶家啥都有 小龟一想啊 有这么好的事 于是就跟老奶奶回了家 与此同时 帽子哥被小龟的行为激怒了 既然小龟逃了 于是打算让政府买单 帽子哥先是爆出了政府研究亚人 惨无人道的恶行 并且宣称 政府需要建立一处亚人的行政区 否则自己将会杀入政府大陆 那政府当然不会同意帽子哥的要求 于是几天后 帽子哥就和小弟驾驶一架飞机 直接撞上了政府的办公大厦 政府处立刻调集特种部队 对帽子哥等人进行了围剿 他们神之亚人的复活能力 于是在帽子哥复活的瞬间 就又开枪将他杀死 根本不给帽子哥活动的时间 但是啊 帽子哥也做了其他准备 让远处负责狙击的小弟打乱了政府的部署 之后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帽子哥将政府的人杀死后 还嚣张地进行了直播 并且宣称 如果政府不再按照他的要求 他将用毒气杀死全东京的人 在电视机前看到这条消息的小龟 赶紧来医院带回了自己的妹妹 同时 帽子哥的报复引起了东京人们的恐慌 一直看戏的人们终于发现 灾难到了自己的头上 老奶奶所在村的村民们也看到了这条新闻 于是纷纷来到老奶奶家 要赶走小龟和妹妹 小龟这刚有了地方居住 就要被赶走了 小龟知道 想要彻底解决居住问题 首要的还是要解决帽子哥 于是 小龟找到政府的眼睛哥 承诺可以帮助政府打败眼睛哥 但相对的 政府也要保护好小龟的妹妹 同时 事情结束后 政府要给小龟一个新的身份 并且不能够再追究小龟 为了解决帽子哥 眼睛哥只能答应小龟的要求 因为帽子哥要释放毒气杀人 所以大家猜测 很有可能他用的毒气 就是政府曾经用在帽子哥身上的毒气 于是 政府和小龟早早地在制造毒气的公司埋伏 果不其然 帽子哥的众多手下闯进了公司 小龟此时利用排风口 将自己身上的栗子挡住手下的视线 因为这种栗子 只有同微雅人的人能看到 而人类看不到 所以 一早埋伏起来的政府的人 就用麻醉针抓住了这些人 但是抓住后发现 这些人中并没有帽子哥 而是发现了帽子哥的一只胳膊 原来啊 帽子哥早就猜到 政府这些人会布下陷阱 为了稳妥起见 帽子哥让自己的手下将自己的胳膊带着 只要手下没了回应 帽子哥就可以通过自杀 远程直接复活到胳膊的地方 大袖腹肌 光着身子的帽子哥 直接拿着枪杀死了在场的人 小龟一见 大事不好 就出来和帽子哥进行了一为一决战 两人是 你杀我 我杀你 你复活 我复活 反正就是两个人谁也杀不了谁 还偏要杀死一个 此时 政府出动了特殊警卫 直接拿着冷冻枪冷冻了两个人 然后再直接将两个人打成碎渣 再将碎渣放入一个极小的空间 这样一来 复活所需的空间不足 亚人就不能够复活 其实啊 政府一开始没想放过小龟 放虎龟山的事他们可不会做 于是打算将小龟一起给杀了 没想到 刚把小龟打成碎渣 小龟就复活了 原来 小龟在刚刚和帽子哥的打斗过程中 被砍掉了一只胳膊 靠着这只胳膊直接复活了 小龟也知道 政府这帮人信不得 于是复活后 直接从窗户一跃而下 这部电影情节紧凑 动作戏也不赖 故事的起伏也基本和谐合理 只单单的一个框架就支撑起了一部电影 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一部动作电影 但由于是动漫改变 把原作的太多内容压缩得太厉害 没有看过原作的 会让人有些看不懂电影 虽然人物的设定上有些不讨喜 但是特效还是很不错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看看动漫 将会有不错的观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布强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 转发吧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